台股逃命波来了 股市震荡 但是千万不能两手空空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欢迎Will 哈喽千涵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清明廉价第一天 台股开盘就跌了100多点 受到多项利空冲击 到底接下来的选股方向 该怎么留意呢 那我们知道最近大盘跌跌不休 就有一个高档反弹之后 又呈现一个高档拉回的状况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特别要小心去选股不选市 那我们要怎么看呢 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帮我加一下LINE 跟Telegram 然后后续有更多的一些细节 不管是产业个股的一些资讯 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来分享 那这边几点呢 我们就回顾一下 廉价这几天发生这些大事 还有本周 我们必须持续去关注的一些部分 其实乌尔战争是持续延烧 那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说 中国的这个疫情 导致说这个停工 导致全球供应链又去停摆 对 那持续去恶化通膨 那在美国联署会的这个Brenner 他昨天就是表示了说 在五月下个月的时候 他们会加速升息 甚至加速缩减购债 那这几点都是对市场 其实会有一个蛮明显蛮严重的冲击 那市场专家呢 也陆续表示说 市场 哪些市场关系啊 有一些这个担忧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贝莱的 JP Morgan Morgan Stanley 他们都表示说 目前市场不管是 物质战争 这个通膨啊 或者是升息啊 或者是供应链啊 等等的一些状况 很有可能在第二季 甚至今年会持续的 这个影响市场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说 要通膨了吧 其实应该是说 在市场就是比较不乐观 比较动荡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调整 我们的这个选股 跟这个配置的一个策略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两手空空 比如说市场大好 就是百家起涨的时候 我们可以持有10档 20档个股 那市场比较动荡 比较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缩减到持有 三档四档个股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两手空空不看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绝对是一个最差的策略 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 不了解这个水的温度 不了解市场的状况 那当我们重新要进入 灵感度会降低 对当我们重新要进入市场的时候 不管是有可能错过好的机会 或是重新要进入市场的时候 抓到的可能也不是 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机会 对那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一下 纳斯达克指数 跟废半指数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就是台股指数 主要就是跟纳斯达克 这个科技类指数 科技类股指数 跟废半指数的 这个关联性是比较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 最近它是呈现 就是一个高档 在整理的一个状况 但是还是 就是在这个 都涨回来一段 对就是 现在在整理 整理 但是还是相对有称的这个状况 它还是在黄色跟绿色这个月线跟季线之上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就是这个通膨 所以导致说这个消费端需求已经降温 那直接冲击到消费性电子 因为大家没钱的时候 就第一个干嘛 就是我先不买笔电了嘛 我先不买电脑 我先不买手机 所以冲击到这些半导体产业 所以导致废半指数 它这拉回是比较严重 它已经跌破了月线跟季线 跟近期的所有均线 那这个都是后续 我们必须要持续去观察的 但是还是提到说 大家担心归担心 但是不要担心到就是两手空空 然后人厌旁观 这是最不好的策略 那再来就是说 刚才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的部分今天是 在月线的部分还有称 那我们也持续去关注 那在最后这边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我们要缩减去聚焦选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到哪些是题材跟趋势明确 还有技术面跟筹码面 健康的一些个股 那当然就是最近这个防疫概念股 像是亚诺法做这个测计的 因为最近疫情有爆发 所以大家会有大量的测试需求 还有大量消毒需求 要选测试类股吗 亚诺法是比较偏测试 那毛宝的话它是比较偏很多这个消毒剂 消毒水清洁衣等等相关的 那他们最近前面一段时间的涨幅 都已经到了40-70% 它是非常的惊人 那最近一两个礼拜都是可以持续关注的 是 那再来呢就是大概是战争收惠股 就是星光钢 钢铁还有惠光 就是农粮股的部分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 当然风险就会相对比较高的 像是车用概念股的台半是做这个二级体的 还有这个 车网电 对 还有车网电是做这个车用电子的部分 那最后刚才提到说我们看 我们手中持有三四档的时候 也是可以有相对比较防御性 比较价值性的 像是这个 这个 金融的就是 升行题材的 对 那台器营的这个部分 在技术面呢 还有基本面最近表现的也都是非常漂亮 那在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 分析的部分呢 那请加入我的LINE 跟Telegram 后续会有更多的分享 那也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